提到国家安全 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 科技安全 信息安全 生态安全 资源安全 核安全 其实还有海外利益安全 基地 海空 深海 生物安全 涉及国家的风方面面 这样你就该明白了吧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官 维护国家安全 不仅是国家安全部门一家的工作 而是各级各异各个单位的 共同责任 更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说得那么高大上 那么国家安全 和我们这些普通人 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 国家安全 就在你身边 举个例子 经常使用社交聊天软件的你 突然收到一个美女的好友申请 自命不凡的你 有百分百的几率点击通过 最后手机对面的美女 就会和你热情地聊天 在博得你的信任和好感后 以金钱 美色等各种方式 引诱你去拍摄 涉及国家秘密的照片 这使得你如果失去了防范意识 竟然接受她的请求 当暗自窃喜的你 把照片发给她的那一刻 你就触犯了国家安全法 等待你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还有这样 这样 这样的行为 当你发现上述行为 正确的出力方法是 保持清醒的头脑 及时拨打国家安全机关 举报电话 12339 并协助国家安全机关 抓住境内外间谍 这样 你就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 大英雄了 国家安全不仅关乎 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 与和谐发展 更关乎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人事安全 和利益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我国相继出台了 国家安全法 反间谍法 国家情报法 保守国家秘密法 等一系列法律 为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我国将每年的4月15日 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面对无处不在的潜在威胁 每一名中国公民 都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擦亮双眼 用火眼金睛 试破间谍分子的卑劣伎俩 让我们一起努力 共同助劳人民防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